双十国庆将在高雄展览馆登场的2019顶级生活展 当中高雄德国啤酒节是特别令人期待 记者会上来自巴巴利亚的乐团带动现场欢乐气氛 伴随着原汁原味的德国料理以及啤酒展现啤酒节的独特魅力 现在不需要大老远飞到德国 欢迎大家10月10号到10月13号来到高雄展览馆 感受德国啤酒节的欢乐气氛 来自德国巴巴利亚特快车乐团 轻松欢乐又充满创业的音乐演奏 为高雄德国啤酒节记者会揭开序幕 配合2019顶级生活展高雄德国啤酒节双十国庆当天 将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结合乐团演奏道地餐时及香醇啤酒 一走进展览馆大厅就能感受到德国啤酒节的欢乐气氛 把德国啤酒节带进高雄了 因为我们希望利用这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跨国文化东西 能够跟高雄市民带来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啤酒每一个国家都在喝啤酒 但是什么样的啤酒什么样的文化能够带出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希望这次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搭配到我们的顶级生活展 来大家感受一样高雄的气候 高雄的人文 高雄的最美丽的十月份 怎么样带来给高雄最兴奋的一刻 在LIFE BAND的精彩演奏下 记者会洋溢着热闹气氛 甚至还跟着节奏轻快跳舞 主管单位这次搭配周章 不仅从德国空运木制啤酒桌椅及特色餐食 就连少见的阿尔卑山长号角也在现场响起乐声 甚至邀请明星主厨当场示范 如何啤酒配美食 尽情体验道地的德国啤酒节 高雄德国啤酒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现场开心的气氛 不但可以大口喝着啤酒 来自德国原汁原味的料理更是不可或缺 我们在德国啤酒节一定要吃那个德国香肠 德国烤鸡 德国那个主角 这些东西我都带过来高雄 不过我们牟利盒也是在德国的南部 高雄也是我们的台湾的南部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来 不用飞去德国 在高雄都可以吃得到很道地的德国菜 我有到那些的香料那个椒衣 我都是从德国带过来的 所以非常非常道地的味道 融合音乐 美食 啤酒等元素 高雄德国啤酒节不仅让人感受一国节庆的欢乐气氛 心情也可以整个放松 在德国啤酒这样子无限畅饮的这个气氛底下 那品尝德国的美食 确实是可以让我们忙碌的现代人 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非常的呼吁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高雄市 或者其他县市的朋友 能够利用这个十月份的假期 一路到十月二十号之前 都能够到我们高雄展览馆来这边 我们来这边约会喝啤酒吃美食 高雄德国啤酒节十月十号登场 想要感受一下德国人喝啤酒的豪迈滋味 或是想品尝德国猪脚烤鸡 火腿起司的美食料理 可千万不要错过来自德国 百分百原汁原味的精彩呈现 这叫潘志光王思午高雄报道